各個港鐵車站朝早陸續投入服務 沙田站損毀比較嚴重 多部閘機遺風 客戶服務中心暫停服務 售票機和多項設施也被噴黑 衛員機和西餅店閘門被噴漆 省口站情況相約 多部入閘機暫停使用 也有電梯被遺風 港鐵凌晨發聲明 昨天有多個港鐵的重鐵和輕鐵車站設施 再被擊進示威者蓄意破壞 對不負責任和違法暴力破壞行為強烈譴責已報警處理 動網記者 隨機輝不道 指定用討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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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